雨天晚上,骑士绿灯执行,闯红灯妇人却突然出现,骑士闪避不及撞上喷飞,双双倒地挂采送医。 事后骑士提告妇人闯红灯,一审法官认定,妇人应付起七成责任,判妇人要赔14万3千多元,但诉讼期间妇人已经身亡,到了二审判决却大逆转。 法官认定绿灯执行的骑士也要负担一半责任,因此改判闯红灯的妇人免赔,骑士好好地绿灯骑车。 因为撞上闯红灯妇人,双方都被判拘一五十天,缓刑两年之外,求偿妇人的四十三万九千多元,也一毛钱都拿不到,让骑士直呼倒霉。